OK 好 谢谢 高雄市长陈菊将代表高雄市的高志祺 交给中华少棒代表队总教练严蒙展 鼓励选手全力以赴 争取佳机 你们不要紧张 也不要压力太大 就是很轻松 但是很有信心 非常从容不迫 把冠军拿回来 这样好不好 这次是高雄市中正国小第二次取得国家代表权 参加美国小马联盟世界少棒锦标赛 三位教练及十五位小选手 面对国外高大球员 教练团也拟好对战策略 利用一地训练的机会 找我们国中的球队来比赛 然后顺便演磨一下整个外国队伍那种高大体型 还有特殊的这一些战术 然后去做一个演练 希望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有所发挥 我们希望说能够在比赛当中每一场都能够把小朋友最好的实力展现出来 代表队中有六位来自桃园区跟纳马夏区少棒选手 虽然都是第一次参加国际型比赛 但他们充满信心要为家乡争光 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有点紧张 要全力以赴二脑 再努力一点 就觉得很兴奋第一次到美国比赛 就觉得心情感觉很开心 希望我这次到美国可以打得很好 也可以拿到世界冠军 让那个桃园区那个让比较多人知道 中正国小棒球队今年七月在韩国夺得亚太区冠军之后 取得小马联盟世界少棒锦标赛门票 8月4号到11号在美国加州举行 参加这场赛事进一步跟世界各国棒球好所禁忌 第25号 记者帮忙高雄市 陈文报道